國際大片的導演有一個叫做諾蘭 電影都很喜歡在時間上搞把戲 近期的一部電影叫天能 它就是前行公事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接到爆料的時間 跟現在案情的輕重程度 其實是高度相關的 先看到政治獻金 再看到財產不明 最後才看到金華城 但是現在保底是金華城圖利罪 再來是財產不明 還在查的叫貪污金流 你看這個是非常有節奏的 可以說後面在操作的檢察官 可能跟我是同業啊 藍綠的都在罵民眾黨 我要幫小草說說話 今天阿伯有三個問題嘛 土利 財產不明跟貪污 我們一個一個否認 我們要怎麼否認 第一個我們要否認金華城沒有違法 金華城是對的 待會被抓進去的那一群什麼 少秀佩 林周明 林青龍 所有的人都說到我為止 阿伯不知道 阿伯真的不知道 那黃珊珊說到我為止 那這樣子的話就真的是 柯文哲不知道 這個情況有可能發生 有 我們要祈禱 我們要學蔡壁如去祈禱 第二他叫財產不明 財產不明都是誰搞出來的 是陳佩琪 他有辦法拿一個賬戶出來 秀一下然後再藏起來 結果第二次出來的時候就馬賽克 於是他就把一條一條的 匯款紀錄把它解碼了 發現有六百萬的金流 八百萬的金流 一大堆奇怪的金流 檢方就問說我們只是問你錢怎麼賺的 結果你一直告訴我錢怎麼花的 第三個坦白講 我們現在雖然很多節目在談 但是只有一條線可以證明 審清金出錢 柯文哲拿錢 而且審清金出的錢 剛好是柯文哲拿的錢 這一條金流一定要成立才叫貪污 我們拿最高最高的標準 但是我們這個圖利財產不明貪污 其實就代表什麼 從這個大導演的前行公式 這個檢查看前行公式 你可以發現這三點代表 過去現在未來 什麼叫過去 過去就是金華城已經在蓋了 那現在是什麼 一直講一直漏氣的 那個叫陳佩琪的財產不明 未來是什麼 未來不知道會不會查到的貪污 貪污最小 這三條都沒救了 這三條都沒救要怎麼辯護 政治破壞 司法追殺 賴情打放人 我要問3Q 我現在回頭看 檢調真的太有節奏 當時我們根本搞不清楚 這不是我們在政治節目 在政論節目上 隨便說說的嗎 不小心 Grace隨便說說 就真的爆出來 十奧尼勒 所有五百萬代曆你沒收到 結果呢 沒收到之後呢 10月10號 10月11號 是6日喔 12號就立案了 我嚇死 當時我就看 啊不對 兩天爆料 隔禮拜一 6日還休息喔 禮拜一就立案 而且還立什麼案 立中組 檢數黑金專組來立案 我當時覺得不對勁 結果呢 又兩天 就給我搜索 所以 其實檢調一開始就知道 山西部政司的五千兩 就藏在柯文德的政治獻金裡面耶 國際大片的導演 有一個叫做諾蘭 諾蘭 他的電影都很喜歡在時間上搞把戲 沒錯 其中最近期的一部電影叫天能 天能 他就是時間的前行公式 前行公式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接到爆料的時間跟現在案情的輕重程度 其實是高度相關的喔 對 先看到政治獻金 再看到財產不明 對 最後才看到金華城 對 但是現在保底是金華城圖立罪 沒錯 再來是財產不明 然後還在查的叫貪污金流 沒錯 所以你看這個是非常有節奏的 可以說後面在操作的檢察官 可能跟我是同業啊 有一個不知名的手在操作我們的輿論 對 所以你看一開始 一開始積極出來否認的人 後面連每一個都一個比一個還要腫 你是說這個鞠躬的柯文哲嗎 黃珊珊嗎 還有鞠躬說我很負責任說 我不知道李文哲 對 全部都要變被告了 責任丟給下屬開記者會 PowerPoint在跟大家講一比一比的金流 九十六萬零一百一十 所有的帳啊 前面出來否認的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得討論夢那些 沒有啊 早知道一開始不要出來 陳志涵還在罵人啊 最厲害的其實還不是陳志涵 吳宜宣還在嘴硬啊 吳宜宣也只是說說話 最厲害的叫黃珊珊 黃珊珊 從頭到尾都參與 從頭到尾都沒事 但是黃珊珊具體 不過這個在前行公司 大導演的這個情況下 黃珊珊會不會是最後要抓的那一隻 忘中憋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要講 我還是 這個節目你們這些藍綠的 都在罵民眾黨 我要幫小草說說話 今天阿伯有三個問題 土利 財產不明跟貪污 我們一個一個否認 一個一個否認要怎麼否認 第一個我們要否認金華城沒有違法 對 金華城是對的 待會被抓進去的那一群什麼 邵秀佩 林周明 林青龍 什麼 彭聖聖 黃錦帽 所有的人都說到我為止 阿伯不知道 阿伯真的不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就真的是柯文哲不知道 對 這個情況有可能發生 有我們要祈禱 我們要學蔡壁如去祈禱 第二個 柯文哲 辦法會 第二個 我以為是第二趴 我先道歉 我先道歉 第二趴叫財產不明 財產不明都是誰搞出來的 陳佩琪 都是陳佩琪搞出來的 他有辦法拿一個帳戶出來 秀一下然後再藏起來 結果第二次再出來的時候就馬賽克 對 我上一次聽到解碼棒 大概是高中國中的時候 要偷偷插在電視機後面 是前面三位來賓前輩才看過的東西 對 我家裡還有 我家裡還有 居然被臥草團隊拿出來 老婆發現說 騙他是這個汽車點煙氣 汽車 那可以送故宮典長了啦 都有按碼 於是我們就把 生日節目嗎 我們就把那個沒有沒有 回去問爸爸不要在這裡講 於是他就把一條一條的匯款紀錄 把它解碼了 發現有六百萬的金流 八百萬的金流 一大堆奇怪的金流 警方就問說 我們只是問你錢怎麼賺的 結果你一直告訴我錢怎麼花的 所以他的不明金流問題在這裡 你一個醫生 小二科的醫生 一個市長 你們兩個收入就固定嘛 就算有業外的 可能演講稿費 也不會搞到多好幾千萬嘛 也不會多突然四千三百萬買商辦嘛 結果他們出來一直在講說 不明金流是出去出去出去 然後都沒有講那些錢 哪那麼多錢讓你出去 哪那麼多錢可以出去 所以這是第二個 小采要試著否認的 那第三個坦白講啦 我們現在雖然很多節目在談 但是只有一條線可以證明 沈青金出錢 柯文哲拿錢 而且沈青金出的錢 剛好是柯文哲拿的錢 這一條金流一定要成立才叫貪污 我們拿最高最高的標準 但是我們這個圖利財產不明貪污 其實就代表什麼 從這個大導演的前行公式 這個檢查案前行公式 你可以發現這三點代表過去現在未來 什麼叫過去 過去就是金華城已經在蓋了嘛 你總不能把它變不見吧 那現在是什麼 一直講一直漏氣的 那個叫陳佩琪的財產不明嘛 沒錯 那未來是什麼 未來不知道會不會查到的貪污罪行 沒錯金流 所以你看喔 現在民眾黨在辯護分成三派喔 一個叫黃珊珊 她今天還在幫金華城辯護 對 還在那邊講什麼 協議書日期物質 還在那邊金華城農機率是對的 這個就是活在過去的人 這個叫黃珊珊 對 那現在還在製造問題跟解決問題 陳佩琪 誰是未來人 黃國昌 黃國昌 唉唷 因為黃國昌不解釋金華城 黃國昌不解釋金流 今天有記者問說 你那個政治現金最後一個月過三億 黃國昌選擇罵周刊跟罵北劍 黃國昌就罵哪一間的 是哪一間 哪一間的我不解釋 然後他說 那你民調怎麼看 是哪一間做的民調 哪一間做的民調 哪一間做的民調我不回答 很厲害 你看他都不回答 所以黃國昌是未來人 他是小叮噹 他這三條都沒救了 這三條都沒救要怎麼辯護 政治破壞 對 司法追殺 對 賴情打放人 這個結尾太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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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